西方八愿文 诸位大德比修 诸位居士同修 请看文句 首先 我们五一黄金周的佛妻 就从今天开始了 在这次佛妻的六天的开示里面 准备讲解廉词大师的西方八愿文 来供养大众 我们为什么选择这个八愿文来讨论呢 这里面 有 圣声的含义在里面 念佛法门 是仰靠 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 往生的 作为敬业行人 也就要随顺着 弥陀的大愿 来 发愿 两愿的感应道交啊 才能够承办我们 往生西方净土的敬业 一般来说 我们繁复众生的行为呀 都有一个因果的报应在里面 所以在这个世间三界六道 它不重视什么愿 也能够自然感到一个和行为相应的果报 然而求生极乐世界 这是初世间的大事 如果没有大愿来引导行为 纵然我们每天念佛 也是承办不了往生的敬业 众生的心性呢 就像野牛啊 在三界六道里面 我们很熟悉了 所以自然而然 我们在六道轮转 非常熟悉的道路 然而极乐世界对我们 却是很生疏的道路 所以这样就要使这条野牛 装上配头 所以这个愿 就像一个驾驭 这个牛车的一个人 用信心作为他的手 用我们念佛的功夫 作为牵制这条牛的 江绳 用我们的发誓 誓愿作为鞭策 这样才能够引导这条牛 到达目的地 所以念佛往生一法 是非常重视发愿的 这我们每天读阿弥陀经 在短短的经文当中 有四次劝愿 净土往生是 信愿行三之良 那么当我们发起这个愿的时候 就包含做信在里面 他没有信 不会发这个愿 一定是相信 有西方极乐世界的存在 他才会发一个愿往生的 这样的心 当有他的信愿 存在的时候 愿就是引导他的行持 他的念佛就必然是 若僵和 佩然莫遇 所以就一个愿事 就包含着信 包含着行 所以只要说愿 就能承办往生之夜 古来的尽忠祖师大德 为我们做了种种的发愿文 其中 从事理的完备周详 行愿的深邃广大 以及与阿弥陀佛的 四十八大愿的对应的程度 来看 莲慈大师这个发愿文 最为殊胜 印光大师也是赞叹 这个发愿文 是无与伦比 莲慈大师是 禁度中的第八代祖师 他的特点是通宗通教 在中门 参殿荣校园门下 闻中生开悟 在教下 他是精通华言 戒律也胜为通达 以后就倒归净土 有人问他 一生修行的行业 他回答 平生俗悟 唯南无阿弥陀佛六字 往生的时候 留下的一句 非常恳切的这种开示 老实念佛 末幻梦 留下的云七法会 尤其是 弥陀疏仓 为我们 末法的众生 燃起了 智慧的火炬 汇集三藏十二部的经文奥义 来庄严 南无阿弥陀佛六字心佛 所以连成大师 是了不起的人物 韩山大师 赞叹他 一生的行业 教化 不是像法华经 地勇的无数菩萨之一 也就是从西方净土来的菩萨 称他为法生大师再来 那么我们今天讨论的 就是廉池大师的 这个发愿文 先从题目来看 西方 是指 属发愿的 对境 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发 有发动的意思 激活的意思 无量节以来 在生世轮转当中 我们很少发起过 初世间的心 尤其是 针对西方净土 求往生的心 发不出来 每天 缠绕我们的 都是五一六成 所以要通过一种姻缘 把这种初世间 求生净土的心 激发出来 这个愿 是能发之心 愿是好要的意思 希求的意思 这个文是指 对西方发愿 这样的义理的权术 能权的装具 那么这篇 发愿文 从结构上来看 分为两大部分 我们给大家有一个科表 这个科表 这个发分 也是莲茨大师 自己发分的 只是我用表格的形式 表现出来 莲茨大师 对这个发愿文 自己非常重视 何以见到他重视呢 他不仅撰写了 这个发愿文 而且亲自 对这个发愿文 做了一个注解 那么我们讨论的注解 讨论的思路 也就有一个 可供参照的 一个很好的参考性 这两部分 第一是 总序归进 这主要是前面的四句记 表达归头弥陀 恭敬之意 那么第二大部分 就是这个愿文的 主体部分 主体部分分三个层次展开 第一是 求生西方净土的 正因 因形怎么展开 第二 成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验证 第三 是生到西方净土以后的 度生大用 那么这三个结构面 下面又有几个层次 这个我们在讲书 愿文的过程当中 去阐释它 那么现在我们先看 总序归进 其手西方安乐国 结引众生大导师 我今发愿 愿往生 为愿 慈悲 悲哀色寿 这个记子 又分三个小城市 第一是标显 我们 归进的教主 其手啊 是五体投屉的桌底 表明 恭敬之志 那么恭敬的对象是谁 是西方安乐国 这里标显 就是四面八方啊 四围十方都有无量的岔土 就是西方也有微层数 微层数的佛岔 在这个国土无量当中 特别标显的是安乐国 安乐国就是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表现 梵文叫虚摸体 有时候又称为安阳 称为清泰 称为安乐 这个安乐 就是这个国土啊 能够令一切往生者 安心 安慰 安稳 得到无有重苦 但受极乐的 那种涅槃自信的法信乐 就叫安乐国 西方极乐世界 它就是涅槃的境界的体现 涅槃境界就具有着 安乐的特点 所以标显的是 西方极乐世界 那么结引众生大导师 这就是指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又称为结引佛 结是摄取的意思 引是引导的意思 这个结引众生呢 是来自于阿弥陀佛的第十九院 临终 勤修 我皆皆引愿 只要勤修念佛法门 阿弥陀佛跟西方的圣众 像观音 世智 诸大菩萨 都会围绕在这个念佛人的身边 以莲花 以光明 结引他往生 那么这个结引对我们 凡夫众生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呢 我们最感到没有把握 内心恐慌不安的 就是灵命忠实 灵命忠实 当这个四大解体 神识如生归托克 要离开躯体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今生乃至无量解以来的 恶业种子都起现行了 在这个时候 我们很难把握自己 所以显得非常恐惧 两眼一抹黑 不知道投向什么地方 这是一切众生最恐惧的时候 那么阿弥陀佛在因地 做法藏菩萨的时候 就考察到了 了解到了众生 灵命忠实的恐慌 和他内心的一种渴望 希望有一个大力量的导师 来引导他到光明的世界去 所以这样他就发了一个愿 临终时一定来接引 当我们接纳这样的一个愿的慈悲 微神的话 我们就会很安心 无论灵命忠实 我是怎么一个状态 阿弥陀佛一定会接引我去 就好像我一出门 就有一辆飞机在等着我们 只要坐上去 就一切得到保险了 所以接引往往拿着莲花来接引 这就是我们的飞行器 在莲花里面闭合 等你出来就在西方极乐世界的 七宝十八宫的水里面 所以念佛行人 由于有阿弥陀佛的接引这一愿 他是没有中阴生的 不经过中阴生 所以自古以来我们看到 这个接引 以接引为题材的这种塑像 绘画是很多的 前年我到敦煌看石窟 发现在静堂之际 就有很多这样的题材 这个或者阿弥陀佛 或者观音在前面领坐 手上可能是一个床帆 后面常常就跟着一个众生 就紧紧跟着他 那么佛菩萨都 以一种非常慈悲的这样的样子 常常还会回过头来 看看这个人 这个众生是不是没有跟上来 照掉他 所以你看他是表达 在中阴生阶段 有一个佛菩萨在前面领路 这个他就紧紧地跟着 在他的这个领路的上面 隐隐约约看到的 就是极乐世界的状态 所以这个接引 是众生内心的一种渴望 是阿弥陀佛顺应着众生的 这种要求建立了这一院 在我们生命最危难的时候 也就是生死关头 阿弥陀佛趁着大怨船来了 他就引导众生 前往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这就叫大导师了 一般的身闻原觉 包括通途教法的很多佛菩萨 他也可以称为导师 但唯有阿弥陀佛 他所面对的是九法界众生 总类是九法界众生 他所面对的这种空间 是十方无量差的众生 他所面临的时间 是过去现在未来 三世所有的众生 所以他是时空无限 众生无限 阿弥陀佛无有疲愿的 救度众生没有疲愿 所以正因为阿弥陀佛 具有着普度一切众生 令法界一切众生 没有一个遗漏的 这样的悲心愿力 以及令这些众生 往生极乐世界 各个都能就尽成就 大乘的佛果 没有一个退转 漏失到轮回里面去的 所以就在这样的状态当中 是一切导师里面的 最尊对一才成为大导师 当我们了解到 阿弥陀佛对我们 有着接引的功能 有着令我们成佛的 这样的微德和慈悲 我才发起一个大愿 我今发愿 愿望胜 这就是表述我们自己的一种情怀 在这个世间 我们有种种的欲望 种种的追求的目标 然后这时候 我们了解事情的真相之后 我们就把愿 但往生的这个心 把它标显出来了 从烦恼堆里面 从五一六成的欲望里面 出来了 这一愿就是出乌尼 而展露出来的莲花了 这个愿望胜 唯一所希望的是 阿弥陀佛以他无缘的大慈 和他同体的大悲 以他悲悯一切众生的胸 这种奴母义子的 这样的慈悲 来摄受 我们这些苦恼的众生 这就是 唯愿慈悲哀舍受 那么下面 正属愿文呢 就是表达 一个敬业行人 他存什么心 有什么行为 才能够跟阿弥陀佛的 大悲愿力感应道教 那么这个 我们会在下面展示 在这里我们再强调一下 慈悲 哀舍受 跟我们之间的关系 我们有一个很愚痴的 是不知道在法界当中 有一个超越父母对我们恩爱的 恩德的这尊佛 阿弥陀佛 无量节 以前 他发愿 是为 我们发愿的 无量节的 吉功累德 是为我们来修行的 建构西方极乐世界 是来安顿我们的 法生会命的 这一切 汉劳人苦的行持 和他积累的一切功德法财 他都要无条件的 无保留的恩赐给我们 这实在是他 切证到了 同体的大慈悲心 他把一切众生 看成是 等同一子 同时又向 存孝的儿子 爱尽他的父母 他了解到 众生具有佛性 然而却 是无名 聂力的 智控在 轮转不休 冤枉受苦 所以众生受苦 就是佛在受苦 如见如心 所以他有一个哀感 哀民众生 民伤众生 由于这种 同体的哀感 他一定要以 他的这种智慧 这种善巧 这种威神愿力 紧紧地把我们 射受出 所以在 生世苦海当中 阿弥陀佛 视现种种的身份 就像在 江河里面 用网 来捞如鱼虾一样 能捞几个 就捞几个 一旦 我们跟阿弥陀佛的 这种慈悲愿力 听闻到了 也闻信到了 弥陀的万德和明了 那么当下 我们的心 和弥陀的悲心之间 就产生了一种 互动感应 阿弥陀佛的 大悲愿力 就像一个 大磁铁 我们只要有 因验 发愿 想去的心 马上我们这个心 就使这个 五一六成的这种 像稻草般的心 就转化为了一种 像铁针的 这样的性质 这种铁针 和这个大磁铁之间 它就自然而然的 产生了相互吸引的 这样的情况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只要我们 变成了一根针 那么这个大磁场 马上就有巨大的 吸射力 把我们吸射过去 这就是对一切众生 这种 深受不舍 所以我们要 转变一种心态 也就是说 我们要以发愿 来改变我们的 心理的状态 原来像草一样 草跟这个磁场 不产生关系 即便是自己 是一颗玉 这个玉 也跟这个磁场 产生不了关系 所以我们的发愿 一定要以 阿弥陀佛的 这种慈悲愿力 作为参照系 来发出我们的愿 跟阿弥陀佛 产生 富奢富融的 这样的一个感应 我们 这个发愿 就具有它的作用 好 南无阿弥陀佛 感谢观看 阿弥陀佛